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无法忍受整日再狭小的洞中于老鼠 蚊虫甚至可怕的毒蛇相伴 还要在这种环境下时刻提防敌军来袭 此外 洞内闷热 血水 各种细菌滋生 战士们普遍都出现了烂汤和烂淡的怪奇 这些疾病先是当不起养难耐 然后溃烂 最后一直发展到腋下和双脚直至全身感染 由于实在养了难受 战士们索性就不穿衣服 光着身子在洞里 在遇到天气好的时候 会轮流出来晒太晒身上溃烂的地方 这也是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 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半年 后来国内制药厂生产了一种带有药液体的预金送到前线 专门用于治疗溃烂的当部 同时加大水的提供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经历过猫耳朵的士兵 一辈子忘不了这里面的辛酸 返回邹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